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据说这家酒楼的菜品都是由香港的食神戴隆大师的入室弟子张鹏先生亲自主理的 这个戴隆大师有多厉害啊 我告诉你有多厉害啊 像这个周星驰 刘德华这些一线大咖们 吃的菜都是由这个戴隆大师做的 厉害了 为一线明星这个做菜 所以可见这个张鹏大师也很厉害了 是不是而且据说他们家的菜是融合了越式日式和法式 就是创意融合菜 让九江的食客朋友们感受到这个九江创意融合菜的惊喜的同时 也可以感受到物美价廉 所以说你们今天是有眼福了 我们是有口福了 都赶紧去尝一尝 俏 漂亮 美丽之一 餐饮美味主张的是色香味俱全 翘 恰如西海的俱美 恰如巧厨的精心烹饪 一路走翘 用心是最好的味道 一串串美食殿堂的最高容额 光看这些 翘西海的美食就让人忍不住开始浮想联天 今天翘西海带给我们的第一道美食光芒万丈 它就是皇帝炒饭 其实这道皇帝炒饭的由来真是大有来头 像之前你有提到这个香港食神戴龙大师 对了 对 这道皇帝炒饭就是由他发明的 好 居然能够把米放在鸡尾虾里面来蒸熟 再用整只鸡品鲍鱼炸汁 再用鸡品关燕来炒 两面上看起来是平凡无奇的炒饭 其实是精彪细重 搞真莫测 不愧是有炒王的称号 哇 我在吃货们的心目当中 最好看的一部电影肯定是石神了 这碗黯然销魂的皇帝炒饭 今天最正宗手艺的传承 炒饭开始 忍住口水 他叫炒饭曾经卖过天价五千块钱一碗 所以我们就耐心地等待大厨 出锅这一碗皇帝炒饭吧 哇 快点啊 一份上等皇帝炒饭 大米必须是泰国的进口香米 洗米水必须是法国的泉水 鸡蛋必须是每天早上刚产下的鸡蛋 炒饭的时间以分秒来计算 这就是粤菜师傅口中的火候 你知道这个一碗炒饭 他做到成功的时候呢 就是在锅里面跳舞 你刚才有看到他在跳舞吗 我看到了 看到了 不断地飞翔 很厉害 对 能有多好吃呢 不想说话 已经好吃到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了 第二次我先别路 我先吃 看得出来小孩已经彻底被这碗炒饭给蒸服了 真的是好吃啊 粒粒分明 不光是我们刚才他看的时候在锅中跳舞 但是现在我觉得还在我的嘴巴里面都还在跳舞 在威力上飞舞的感觉 哇 原来周星驰星云电影里面的石神那个桥段 最后当上一碗简单的黯然销粉饭 评伟老师吃哭了 原来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我第一次就是有这种飘飘然的感觉 这个大师传承下来的手艺 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尝到 哇 这真的是一个精神上 味蕾上 心灵上的三重享受 太舒服了 闭上眼睛感觉要飘起来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语言了 就让大家在我们的表情当中来感受这一碗 黄帝炒饭的精髓 表面上看起来是平凡无奇的炒饭 其实是精雕细琢 高深莫测 透露一个小秘密 这份黄帝炒饭在翘西海只要188元 每天只有三份去碗 可就没有咯 我们这个翘西海品牌的创始人 就是我们香港时辰戴隆的陆氏弟子 所有门店的出品 都是在大龙大师的这个亲自指导下 我们会有更好 更多的美食 回馈给广大的消费群体 一方水土一方鱼 一方水产一方人 九江进水 对吃鱼的追求可是非同一般人可比 九江人绝不会亏待任何一条鱼 把鱼吃成人意义 这一锅鱼汤你知道最最关键的就是它的汤 我们的肉是不吃的 什么 吃了一辈子的鱼竟然吃错了 翘西海的鱼全部来自庐山西海 鱼头的鲜鱼丸的滑 让鱼汤的美发挥到了极致 然后你看这个汤色多漂亮啊 炖的是奶白色 很清爽很通透 还有一股鱼香 好 这鱼汤太鲜美了 你知道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一锅鱼汤当中 哇 是而且它鲜的是很很舒服的那种 嗯 清甜的味道 因为首先它这个鱼肉鱼头它来自的这个地方产力特别好 然后就炖煮出来的味道就特别的新鲜清甜 哇 这鱼丸好吃 哇 非常的细腻这鱼丸 哇 这鱼汤喝得像一红清泉呢 注入到我的这个嗓子里 那鱼丸我也吃过了 我下面要尝一下这个鱼肉 No 这一锅鱼汤你知道最最关键的就是它的汤 我们的肉是不吃的 肉不吃的 只喝汤 那它营养呢 营养都在汤里面了 对 而且你要搅动搅动 它这样的胶原蛋白呢才会均匀的浮在我们的汤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不要再惦记着那些鱼肉了 因为所有的营养全部都炖煮出来在汤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再来一碗汤 哇 不愧是美食特工啊 真的是会吃啊 当然 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 你可以吃吃这个鱼肉 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那我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对比一下 有味道吗 嗯 没有味道 真的没有味道啊 鱼肉都走了 没有味道 但是它鱼肉还是非常的嫩的 对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肉质的选材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的这个口感还在 但是营养呢已经全部在汤当中了 所以呢 会吃的人 都是只喝汤吃鱼丸不吃鱼肉的 哎呀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吧 这一刻上得好 寻找江西招牌餐厅 有高兴师到翘西海 为翘西海减赞 美食骨发骨剑 欢迎大家 雪花牛肉红白相见 牛肉界的龙头大佬 讲究的是原汁原味 荔枝木最好的果木炭 牛肉充分吸收了荔枝果木炭散发出来的原香 肉香层子立刻变得丰富优雅起来 摆在这儿 在一个浴盘上面 像一个如意一样 有没有觉得 而且你看它就是这一片夹起来啊 看到这个汤汁吗 慢慢的渗透在每一个星期里 对对对 汁水饱满 好 满满的酱料 好吃到爆炸 真的 瞬间爆炸 它这个肉质非常的细腻 然后松软 但是又不散 是的 而且它煎得差到好处啊 它的这个肉里面是很嫩的很鲜的 它那外面那层皮是有点酥脆的感觉 稍微有点小焦香 很舒服 土耳其的这个辣椒酱啊 辣椒粉 尝一尝 还带着一股抑郁风情 哦 小跳舞 非常好吃 土耳其风味的 嗯 饭也吃了 鱼汤也喝了 牛肉也尝了 两位是意犹未尽 还不过瘾 居然又吃起了菠萝包 哇 这家具太好吃了啊 味蕾仿佛已经飞到了香港的街头 今天在九江峭西海 果然是让我们体验到了一把帝王般的享受啊 太少了 尤其是味觉上的极致体验 我真的是要扶着墙才能走出去了 是的 翘西海翘西海啊 真的是电如其名 环境翘 服务翘 味道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趟 所以我们要下乡了 走吧 开玩笑 乡下太远了 但是我保证今天在南昌 就能够成立啊 让你知道这么正宗的原汁原味的土菜 就是我们生活这家解放新路的土菜王 名字就听起来非常的正宗 我迫不及待了 走吧 走 走进土菜王 一股乡村田园风扑面而来 随处可见的木板房子 红灯笼 青石砖地面 小桥流水 风车 小鱼 好一派古镇之美 让人感觉回归自然的清新质感 除了这些让人无法抹去的记忆之外 这里的点菜区也是非常人性化 这里呢就是明当的这个点菜区了 我们可以一目两人的点菜哈 而且这边点菜都是翻牌式的 想吃什么就翻牌 直接拿一个牌子 非常的一目了人 当皇帝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是红橙醉鸭板块 它这个板块都分的这个很别具一格 一个砖块一个砖块的 这就是棍菜区 对了像这个野猪肉啊 还有这个土鸡 土鸭 都特别棒 特别的新鲜 感觉好像刚刚从乡下采摘过来的蔬菜 是的 看这个奔鸡蛋 土鸡蛋 上面还有这个泥巴 当然像这个萝卜呀 还有韭菜呀 还有这个什么香菇 各种菌类 土生土长 这边呢 是我们的海鲜区域 各种的鱼类 哇 非常的幸福啊 鸽头好大一个啊 你看这些 对 这叫线纱线麦 哇 走吧 上菜了 上菜了 现在这一桌都已经全部上齐了 大家看这些菜颜色都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土菜 是的 小韩出品必属精品 但是我跟你说 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说还有重头戏咯 哎 我们有一个本店的镇店之宝 最闪亮的猪圈 马上登场 哇 来 上菜 上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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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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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大一波啊 是的 这个分量特别的实在 非常有诚意哈 哇 我的新娘 我们来开盖 来 哇 哇 这个汤的橙色非常的好看哦 太过瘾了 太过瘾了 这道有机熊鱼头汤 采用的是鄱阳湖野生的熊鱼 鲜活肉肥营养丰富 首先把鱼头入锅相煎 再倒入水慢火熬制 不添加调味品 完全保留了天然风味 口感上肉是鲜嫩 品味甘甜 无腥造湿器 出锅时 一片冷浆放入汤中 保证了鱼汤的原始鲜美 可谓是原汁原味鲜美无限 我们现在看这个汤 奶白色 哇 看起来就非常有营养 这个就是咱们的涂菜王的特色熊鱼汤 嗯 这个汤真的很鲜 嗯 而且是肯定是完全没有添加什么调味料的 嗯 这个鱼肉它本身包出来的这个鲜味 是的 而且这个鱼肉 你看啊 这个鱼云部分 透明的膏状体 非常的软烂 像果冻一样 嗯 鱼头嘛 当然是 这个鱼头汤当然也是喝的就是一个鲜字 是吧 一点腥味都没有 没错 轻轻的一吸 哇 这样的果冻状的高状的物质 营养物质全部吸到嘴巴里吧 对 再配上一口汤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呢 就非常适合来喝我们的鱼头汤 嗯 关键是仪式感很强啊 就敲了打鼓的衣服吹正了 很有意思 没错 喝完汤下面我们来吃肉吧 好 来来尝菜吧 土菜王经典的特色菜之一 醉鸭 卖了四年火了四年 一直是本店的单品销售冠军 这道菜能登上这个宝座 当然有它的道理所在 首先 选材就尤为重要 采用的是本地乡村老鸭 自然放养 健康美味 在烧制中少不了的就是啤酒 从而增加了醉鸭的唇香 也大大激发了啤酒醉鸭的营养价值 再加上几份蜜制调料 烧制出这份色泽诱人 润香肉嫩的经典佳肴 它不仅放着啤酒还放着糖 好甜哦 对 甜甜的醉鸭 其实这道菜 在咱们土菜王的点几率是非常的高的 是的 它每年好像卖到将近十万只 其实 我的妈呀真的 这道菜肯定是 深瘦广大的群众朋友们喜欢 是吧 它有辣味也有甜味 而且那个鸭肉啊 一般吃鸭容易塞牙 对 因为是老鸭嘛 它完全没有 对 一咬下去就剥肚了 很舒服 比较酥软 嗯 它外皮又是那种酥脆的 肉质又是那种比较软嫩的 对了对了对了 像这样的东西啊 真是在城市里很少见的 对 土鸡 土鸭 原生菜的 野生鱼汤 对鱼汤 都是很好的 嗯 我觉得 这个鲑鱼 蛮好吃的 很鲜 比较 南昌这边的地气 因为我也是南昌人 吃起来呢 就有一种小时候 在外婆家吃饭的感觉 然后环境也 环境也很好 这种装修 非常有那种田园风格 这边菜的口味都很不错 和之前吃到的 南昌的口味都比较近似 这个是地道的南昌菜 我们南昌人都爱吃这个口味 环境很特别 我来的都拍了很多照片的 给人一种就是说吃饭的 很有吃饭的 古香古色的感觉 想起了我们八十年代的生活 我在外地读书 就很少能吃到这种正宗的南昌菜 然后回家 吃到这种正宗的南昌菜 就觉得很开心 吃饭的 有点舍不得走 所以我就是附近的 地道的南昌人 吃了这个鱼头 觉得这个鱼头还比较地道 真正吃到这个野生的味道 过去肥到的童年 怎么办 点着看 白萝卜俗称土原生 它有促进消化 增强食欲等功效 加上来自农村原生态 更使其更加珍贵 土萝卜个头小 切开后白嫩透明 水分充足不色口 乃至上等佳品 而土猪则是饭菜未养 其肥肉洁白温润 瘦肉纹理清晰 色泽红润 萝卜与猪肉一起焖炙 看似简单 但味道却清甜可口 营养丰富 好脆哦 不仅脆 还有一丝甜味 反正这个土萝卜应该就是 味道就会不一样 对的 和这个土猪肉它被带起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紧腻 使这道菜呢 随而不腻的感觉 还有我们的酒店 土猪肉 看起来很用人 对 看来看 肥瘦相间的 腻吗 一点都不腻 像吃那种 膏一样 用牙齿身心的一切 胶质 功夫 当然 在土猪王 不但能吃到正宗的乡下菜 还能让你体会到回家的感觉 如果是南昌人 就一定不会对这些包厢的名称陌生吧 足以构起你童年的回忆 而这里的一道道经典的南昌菜 也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回味悠长 乡下菜 城里卖食材好 味道才好 这就是咱们这个土菜王的经营理念 确实不简单 不用跑到很运的地方 就可以在南昌吃到这么多正宗的土菜 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满足 而且这里的装修环境呢 也让人感觉特别的温馨 好像找回了儿时的感觉一样 是啊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这里别具立格的清新 古典 优雅的老南昌装修 绝对让你感受到 就是美食和美景的双重体验 赶快来吧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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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